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,台中医中清寒学生张家豪为不加重家计负担,求学录均靠自己,未曾补习,每天更要求花费不超过百元,盼奖学金付学用品费,他的父亲在学测期间过世,张家豪盼上乘大树学系,最盼让父亲放心张家豪从小家计不加,父母辛苦的背影他看在眼里, 很早就懂事地努力判学业,不让双亲操心,求学以来更不曾补习,成绩一路稳定前进,高中考进台中医中后,更判学业成绩拿奖学金,每学期约能申请到近万元的奖学金,他都省下来买学用品等学习所需 此外,他平时更省吃俭用,限制一天不能花费超过百元,就是希望不另造成家人负担,因在幼儿园时学过朱新算,深受数学天地千变万化吸引,就此爱上数学科,数学对他而言不是学科,解题的成就感更像是修兼兴趣,让他乐在其中,高中时甚至已开始挑战大学程度的题目, 准备学策期间,自他过中期就生病的父亲定时,张家豪忍住伤心盼个人申请,如愿考上成大数学系,他说,双心向来支持他发展兴趣,会跟父亲报告自己的升学好成绩,未来盼能当精算师,除坚固数学兴趣外,也盼早日能独立自力更生,好好照顾妈妈 台中医中指出,张家豪是十分贴心,甚至教师杰出一般授课教师外,还会写卡片给校长表达谢意,克服逆境求学的毅力展现好成绩,让师长欣慰 感谢观看